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终于期货策略交部的负责人有可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的期货是很旁边 今天的旁边用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骨子下挫商品集体走强 煤飞色五 油脂金属大涨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骨子期货今天大幅下挫 而商品市场所有的板块都是全天上涨 其中煤炭有色成为零涨的板块 油脂贵金属原液化工也集体走强 商品多头氛围较为能厚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排行榜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前10个品种的涨幅都在3%以上 尤其是动力煤、护芯、纯减、胶煤 涨幅超过4% 日内多头力量占据主导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除了苹果跌幅超过5% 指尖跌幅超过4% 其余的品种都在1%左右波动 可见今天空头的动能不强 接下来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 具体的走势 先来看到日内比较表现强势的品种 那么先来看到黑色系的一个情况 煤炭继续延续一个强势的动能 那么可以看到动力煤 也是成为今天领涨的品种 涨幅超过4% 那么盘中也是创出近期的一个新高水平 虽然有所回落 但是目前还是处于一个震荡偏强的状态 继续关注它后市上涨动能的一个持续性 再来看到焦煤和焦烫 那么日内也是继续创出近期的一个高点 表现非常强劲 那么可以继续关注它多头上涨的一个持续性 再来看到有色金属方面 互吸和互吕 那么今天也是向上突破一个区间 短期表现比较强势 尤其是多头增长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关注它一个多头的一个态势 再来看到贵金属方面受外盘的影响 今天也是出现强劲的反弹 并且是向上突破一个小幅的区间 那么可以关注一下短多的操作机会 当然这些品种受外盘的影响比较大 也是尽量以短线操作为主 其实手定利润 再来看到原油方面 近期也是出现反弹 由此也带动了花纹品的走强 燃油 那么日内也是创出近期的高点 并且达到2700关口 当然目前这个位置有一定的阻力 关注它或是能否进一步走强 历清今两日也是非常的火悦 昨天大幅上涨之后 今天继续创出近期的高点 并且达到3000一日关口 目前日处一个区间增量偏强的状态 可以继续关注短多的操作机会 假存 那么昨天大幅上涨之后 今天也是继续上工 并且往两年期关口发起冲击 那么关注它或是能否进一步突破 再来看到纯减PVC 那么整体来说 目前日处一个区间宽幅增量的一个态势 日内表现比较强势 小幅上涨 那么我们可以关注短多的操作机会 再来看到油脂方面 那么中旅游 那么近期连续下跌之后 也是快速的反弹 再次回到区间之内 短期表现比较强势 菜油和豆油也是类似的走势 目前再次回到区间之内 震荡偏强的一个状态 日内也是表现比较强劲 可以关注短多的操作机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工业品整体来说 还是表现比较活跃的 再来看到日内表现比较弱势的一个品种 苹果那么也是滴开滴走 穿出近期的一个地点 日内成为领地的品种 跌幅超过5%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也是跌破了一个区间 并且往前期的关键位发起冲击 目前是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 如果进一步走弱 可以关注短多的机会 再来看到生猪以及花生 那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格局 那么前期也是不断地 创出新低的水平 目前处于一个区间震荡的状态 但是还是处于一个偏弱的格局 如果进一步走弱 可以继续关注空头的表现 鸡蛋 那么近期也是连续下跌 日内的波动性比较大 但是目前也是达到了4100关口附近 如果进一步下破 可以继续跟踪空头的一个表现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农场品是有所分化 由此表现比较强势 而部分农场品是处于一个弱势的格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整个旁边是多头占据了主导 但是个别品种也是有一定的空头机会 我们给大家制定 现阶段的一个交易策略 区间格局不改 板块轮动 跟随资金优选活跃品种 商品整体处于一个区间宽幅运行的阶段 板块之间也是进行轮动的表现 目前可以关注强势的品种 主要是黑色系当中的双胶 化物品当中 沥青甲醇是反弹走强 那么有色金属当中 互芯互铝是向上突破区间 继续跟踪多头动能的一个持续性 而弱势的热点品种 主要是能产品当中 苹果花生鸡蛋 短期弱势格局不改 可以继续关注短空的机会 近期商品是呈现出一个结构化的行情 板块的持续性不强 但轮动效应还是比较好的 因此可以优选热点板块和活跃的品种 紧跟资金的动向 更好地捕捉市场热点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操作上 以波段和短线思路为主 临近周末也是需要做好利润的保护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操作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